欢迎收看 五七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4200亿的轨道建设 特别预算引发了 全国的诸侯大战 天龙大战地鼠 但轨道建设 真的是万灵丹吗 今天我们要带您来看进去 这真是轨道建设 最新的受害者 短短一年 交易年减35% 这什么数字跟概念 到底真相是什么 还要来看到是 台湾年轻人真的经不起磨 真的这么存不了钱 真的是鲁蛇一片吗 当然不是 今天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台湾哥伦布2017最新版 来看到这个勇闯越南的航太 成大航太博士 到越南他不搞飞机 却挺过了讨债的枪林弹雨 他也躲过了诈骗的风暴 现在他是2017最新的台湾哥伦布 来听听他的故事 一开始我要请蔡总 带我们来看到这一份最新的报告 来看看一下 六都哪里的屋主 最好给你到 哪里最好参照 当然更重要的 买卖不为人性 今天一价宝典三加六 我们也要来告诉大家 对 降价能不能换成交 这个屋主来还有这个买家 各吹各的掉 但是我们新闻网不能乱带风向 我们是有图有真相 带大家前进 溢价最好的 最好砍价的买到好黄 这是住商不动产低级 中古去化天数跟溢价率的这个表 我们先看一下全国的平均值 你看现在平均卖一间房的话 要办105天 大概就是三个月半 三个多月 那比去年的同期年 大概只有增加三天 你会觉得还好吗 对 好像没有觉得特别好卖 特别难卖 多一点点而已 但是现在最应景的屋主 全部都躲到台北 你看台北 从去年同期的104天到129天 增加一个月 所以这个表格 英国关系看出来了 因为你继续打抗的 你没通过参照 以至于你今天去化速度就越来越慢 对 那这个我们看一下 郎主任的一个说法说 上一波在台北是卖房的 他已经降价过一波了 那最近不是有一个小阳村吗 顺利出售 但是新进来的 要卖房的屋主的话 因为台北的房子 有一个特点 是高总价 没错 高总价你不要看 几千万打个一个10%的话 就是几百万的 对 说他不愿意降价 所以你看 溢价的空间缩小 气化的天数就拉长了 好 这个是在台北 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来讲 这是一般的房屋 你可以看到 你太过年到 所以你越慢越慢 平均你看慢要超过三个月 那我们就要讲 你遇到了台北这样的一个形态的区域的话 大概你只有两招 第一招的话 我觉得是慢慢等 对不对 大家来拼看看 看必须比气长 看谁可以撑 但是有第二招 加价买 这个我就不懂了 已经都已经 嫌贵了 你还加价买 你是头上说到吗 已经都卖不掉了 你还要加价卖 卖得掉吗 等一下 还真的有这个案例 买卖也成了 你看豪宅我们讲过了 松江一号院 对 五楼总价是2.1亿 过路了差不多200坪 我们把车位拆解 大概抓个300万的话 大概这一幅的豪宅平均的成交是119万 什么概念 这多还少 去年11月份一平还多了18万 这个买贵了 可是刚刚不是说你买贵 太应景你反而卖不掉 去话卖 前面那张表格是这么说 究竟到底买卖的后面 美格是什么呢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去年不是所有一个零星的大亨 砸了十多亿 少了七户 结果平均买的是101到103 现在是119 那不就足足 过了才几个月 你就一瓶就加了18万 这么豪宅 原来大家行线的去买 去找 找了以后买家是谁 陈宏的老板江朝瑞 人家是上市公司的老板 口袋很深 口袋很深 所以也宁可多了十几万美瓶 就去把货扫过来 好 我先问一下 十位 这个是豪宅市场 我们刚开始看到的 溢价率跟所谓的去化的时间 那个表格其实应该把豪宅市场 都有sample进去了 我就不懂 这个跟我们的想象有差 很大的差别 当然 我必须要讲 那个数字是房仲写出来 且是单一房仲写 并不是什么六大八大 房仲统计出来的数字 所以它的数字 只有他们家的适合他们家用 但我们说实话 溢价空间才是重点 溢价天数根本不在乎 也就是说你到底卖三个月 卖四个月有没有重要 不重要 因为对房仲的统计来讲 有卖才算入 如果你这个房子 没有卖到后来下价了 对不起 这个没有记录到溢价天数内 也就是说它不算在成交里面 可是重点还是在于价格 所以刚刚讲蔡总讲没有说 就是说你有降价的卖掉了 没降价就挂在那边卖不掉 那至于说刚刚蔡总嘴巴讲 那个小洋村其实是框出来的 记不记得前几个月 开始有很多房仲人讲说 很好 台商回来肥咖回来 对不对 大概就在一 二月左右的时候 也就是在过年前 所有的人都在鼓吹这件事情 所以的确有一些人 回来买了一些房子 结果不料 就被彭总才打脸说 钱有来但是没有进房地产 所以这时候所有的富豪都吓掉 人家说我被骗了 这个你看光是这个 送家一号院这个案例 人家七户一次买才有这样的价格 就你单一户买 当然单价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这比较加价卖 这叫做单一户的价格 一定会跪于七户的价格 再来这个案子预售两年 成屋两年 它已经成屋两年了 总共卖不到一半 它根本就是一个大自销的房子 所以你说它未来会好不好 我根本就质疑 那个陈宏老板他买的价格 是不是因为之前肥咖条款 而被框进来的 那当然还有一个重点 今天有一些中刊讲说 台商准备被追缴500亿的罚款 因为这叫肥咖 我就是要罚你钱 那今天台商要被追缴这么多钱 他有心情回台湾买豪宅吗 我非常质疑 好 我们现在都 这几个人一来一去买豪宅 那一般人想说 这个云端走来走去 我们不管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更有感的菜种 到我们来看到六都当中的这一都 哇 这个东西好好要来找答案了 通往我的故乡 温暖的故乡 短短一年的时间 从最南卖变成最会卖 中间发生什么事了 对 去年的第一季 真的是魔鬼 现在变成了天使 你看桃园 去年的第一季 在所有的六都当中 成交的天数是最高的 118天 最高的 现在变成了86天 对不对 怎么会减得那么多 对 好 那这问题还是这个地方 你看他溢价率扩大到21.5% 我觉得这屋主可以让利 你可以溢价的空间很大 降价换成交 加速成交 铁律 顺之则仓 逆之则亡 最后你就看到 我肯让利 所以快了30天把房子卖掉 对 应该是这样 郎主任来讲过 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变化 因为当地的屋主降价 然后鸡姐的通车的基地降 这速度很快 可能我觉得也是按量 之前太多了 那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力度 鸡姐 那我就降价 看能不能成交 果然现在成交天数就很快了 快 慢 我们看到的是量 蔡总 刚刚这个贺成交 我们也很觉得说 买气动起来了 大家觉得还蛮欣慰的 但是一群人心情就很瓦如意了 就是当时在2014快高点的时候 听你那么那么多利多 被你扣进去的那些羊群 你要他们现在怎么办 对 所以我们讲最后一只老鼠的下场 阿强 阿强的时候在2013年的6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建商不是大张旗鼓吗 益售屋都开到了35万 成交都在三次头 诉求的都是什么机械通车 各方面的情况 阿强买到了就是买到最高的一个点 买到三次头的高点 当时他心里想说 没关系 我就大概给两三年的时间 周遭也要集结通车以后 周遭生活既然都变好了 到时候我进可攻退可守 我也可以把它卖掉 红杆卖掉 赚一点钱 我再来换屋 有没有等到那个口中的到时候呢 后来机械 机械是今年才通车 后来的机械始终没有通车 一条再拖 所以阿强每天从台北 拎着这个晚餐回来 很疼的 很疼的 跟这个太太也开始 有一些小事就发生了这个口角 所以动不掉了 干脆我怎么样 我来卖 卖了以后不拿出来还好 一拿出来一问 都是二字头 我的成本三字头 现在叫我卖二字头 甚至说黄松跟他说 你这个还不是最惨的 很多人拿出来卖的时候 现在要急速 还要砍到一字头 不要听 你这样讲下去 我能亏多少 我是数字算得出来的 对 所以计算机按一按 因为这个坪数又大 六十坪 一坪就少十万的话 总共要赔六百万 怎么卖得掉 所以自助也会 等一下 所以像阿强这样的屋主 如果我现在要进场去卖 我很容易碰到这样急着要脱手 可是又不甘心赔钱的屋主 告诉你这个 我刚刚一开始讲说 买卖不外乎人性 这帕拉肯 遇到这样的屋主 可能有一种谈法 遇到口袋比较浅的屋主 比较深的屋主 战法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计算 我们真的要告诉大家 不要像阿强一样 老公公 三字头疼 讨厌头疼 买下 现在变得大夹穴 但是我们要教大家 如何很精明的来杀价 怎么杀 我现在用一个case 现在黄仲开了1200万 那你心目中 你去做一家功课 实际上登陆 当你的合理的价 这个合理的价 你心目中是900万 好 那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杀价 跟黄仲来开始讲了 问问问问问 以后 九州开始要问关键 屋主要10拿多少 黄仲说屋主要10拿1050 那仲介会呢 仲介会4% 但是黄仲现在生意不好 一定会讲说 仲介会可以谈 好 那你就讲我抓2% 抓2%的话 屋主要10拿1050 那你等于你实际是开1070 对 都敢详 这个1070太贵了 太高了 所以说头前你问是 先探一下虚实 问你是给它尊重而已 你没有真的要把这个 当一回事去出价 不是 问到这个底价之后再打折 对 你心目中合理是900万 对不对 至少要杀一层 杀一层是810万 但是不可能讲810万 你就要表演一下 这个命有难受 我要开价 但是我要 他说判施购 黄仲讲说 不要紧 你购 760 我 黑白开 我就跟你说 如果要死拿1050 你下一个760 处理 不送 不是 金翔 你如果不这样 你买不到房 你如果不送 那我就找下一个案件 所以没什么好客气的 好 再过来 你这个要讲 握旋金 这个要展现诚意 你前面把他拿到那个 建古了 后面你要收一下 是 哪有讲说 这个握旋金 上一个屋主不是950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屋主可能改变心意 不 我的握旋金780 收不收 950 不是 我觉得 这个是很妙的战法 950人家都已经思考 根本不想跟你做买卖 你下一个760 他理都不会理你 我有诚意 我已经夹到780 拜托 黄仲你把屋主请出来 跟我谈 假如屋主愿意出来谈的话 我一定会保留家价的空间 重点在这个地方 不是说一开始760 说到够地 还要再留一留 不是 是压到底 慢慢慢慢还价还回来 好 蔡总说的是溢价三招 听得够不够 空间也是没什么够 大家觉得还有没有多一点 有 今天叶老师来到了新闻王 要告诉大家再补六招 今天溢价新法3加6 下午才刚刚从战场回来 叶老师来 告诉我们 你战场如何运用这六招战法 现在买房子就是战略战术跟战技 买不买叫战略 进去看房子杀架叫战术 现场面对面杀架叫战技 层次越来越接近现实面 没有错 所以阿博已经决定买不买房 战略已经决定了 接下来就战术 什么叫战术呢 第一个我们怎么看房子 要找脱手压力的卖方 现在满街都是有压力的卖方 不管是建商也好 让利的屋主也好 所以现在找没有错 这种卖方非常多 时间到了 好 对 第二个 要善用工具探底价 什么叫善用工具探底价 你去看房子的时候 周边有非常多的上市物件 建商的DM 对 人家这不这样 这个价格 你是多少 拿A案去比B案 比B案 对 你没有出价 可是你可以逼出对方的价格 因为他想争取你 第三个 拿广告价当依据 人家这个广告价33字头 你呢 我跟你说 各位 今天老师讲到了六招的第三招 我感觉到你有层次 一开始 这个是外面去找对象 再来这个是客气 拿工具探底层 这个还没有出卡当手 这个开始 一刀流下去就会痛 广告价只有一户两户 你拿来跟我当开价 开玩笑 切水果的刀子一定是不一样的 是 大家还是越来越锐利 第三 第四个呢 我们有了这个谈广告价 来当依据来压以后 之后 接下来要谈对的人 比如说来新闻王 是要找俊相谈的 还是找十位谈 是 找十位谈太硬了 一定要找俊相谈 所以要找到对的人 你去卖场要找谁谈 你找那个小姐 很客气 服务很好 问题他价格没有决定权 那要找谁 请谁庄 请谁庄 那个谁已经卖掉 如果要快 那个有决定权 就那个 那要找到对的人 要把他逼下来 从台上逼下来 第五个呢 买方市场多比较 怎么看呢 你不一定要当场现场做决定 你最好是 我再比较看看 不要决定 走出去 你不要 你回来了 你这样你才有优势 所以你要多比较 还真的要走出去 下次再回来 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第六个 没有买最大 十价如今 你知道吗 你没用全包 你就要出家 还不买 我们追不到的女生 我们比较喜欢 我们会 会请她去吃大餐 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一个这么容易 被抓到的买方 你等一下 你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来了 这个是六大新法 3加6的6 给大家看到 今天战术开始 从这个拿广告架当一句 开始一层一层 扒下去扒洋葱 再来 我刚刚有先预告 今天叶老师 下午才刚从战场 刚才画扒拉肯定 来 右边这张表格 就是要记录你今天下午 杀回来什么成果 我刚刚好陪这个刘老师 就是我们做保险的刘老师 刘凤和大哥 刘凤和大哥 去看房子 他本来还真的去看看而已 结果去看了现场以后 最近我很喜欢 我想换 我打个电话给我老婆 照个相一下 我传给我老婆 还真的传回去 他老婆说 老公 你把摄影摄影拍给我好不好 我要不要过去看 你看 本来是去看房子 参考 参考一下 出事了 出事了 出事 公亲变事主了 看看怎么办 现场要拐 好 那我就问他说 刘大哥 你怎么出价 他就说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出价 你看我们怎么跟现场的 销售的人员说明 第一个 请问一下 你这个案子 各位 他的市场的开价 是58到65万 你在什么区位 在哪一个区位 在新庄复都心 OK 是一个知名的建设 在的一个房子 还相当不错 都七八十坪的一个坪数 对 然后这个刘老师是换屋 他现在住在永和 是 他说我人生拼到现在五十几岁 小孩已经二十几岁了 对 我是不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换一点好的房子 来犒赏一下自己 这是有分量的皇上 是 这个案主 案场的人 看到这个人 应该请他喝两杯茶 当然 他知道 他是一个真实的买方 而且有实力的买方 然后这样子之后 进去看 首先你看 我们现在问楼 你知道吗 就问一下 我们这个案子 现在卖多少钱 因为我们上面 看到的广告价是 58到65万 是 结果我们问他说 现在在卖多少钱 你看 他说 53万 天啊 58 53 58 65 你问他卖多少钱 他说53 那就代表实际可能更低 更低了 所以你看看 还好 你看看 他实价登陆 你看 你把实价登陆找了 还过去103年的成交 都是在59 57 57 51 54 57 54 56 55 54 找103年是什么概念 房价的最高点 你看看 他现在讲出来的开价比他最高点的成交价还低 第二步呢 我们就去看看 你看看 看到很喜欢 他说 叶老师 请问这一家怎么出价 我说 你看看 你问他 请问你53万有多少弹性 注意 到目前为止他有没有出价 没有 没有出价 请问你53万有多少弹性 是 他说我们的弹性 87则没问题 53万再乘以0.87 对 那就46.1 46.1 还没下价 现在都还没出价 还没退价 好 那这一间如果我喜欢的话 怎么谈 他就说把资料都拿出来了 83平 然后主建物 副主建物多少 开始算 然后宇泽多少 车位多少 一看到宇泽 注意了 注意喔 宇泽 关键密码来了 想一下 不能出事 是 他算一算把它除下去以后 单价算出来 46点多 你不要出声音 为什么 我们上次提到过了 宇泽可不可以计价 不能计价 不能计价 宇泽要扣掉 对 没错 结果价格又串上来了 如果那个宇泽占了3.3瓶 那如果1瓶40几万 3.3瓶是不是在140几万 对 你还没有出口 已经可以杀140几万了 140几万跟他的80瓶 是不是差了1瓶1万8千多块 是 所以刚刚的46万 再杀1万8千多 是不是剩下44点 所以不能计价的这个宇泽呢 你看出来没感觉 你也不要让对方知道 说你在盯着这个宇泽 没错 好 再来呢 所以接下来呢 好 这一间如果我有兴趣 我要请老婆来看 对 那这一间多少钱可以谈 老师 如果你要买的话 可以算比较便宜一点 各位 这间房子有没有可能 买在42万到41万 有没有可能 刚刚46万已经 46要扣1点多 是不是这样 44点多 是 然后我可以再谈 因为老婆还没有出来 是啊 你刚才问说 你成交价多少 是 再问说 你还有多少弹性 老婆还没有出来 一层一层拨进去 一层一层进来 因为你这样越问 他越觉得你是真买方 是 他就会把这个筹码一直放给你 你看 你到目前为止 根本连出价都没出价 他已经让到44万 比他原先这里的价钱 都已经打到几则 注意 Match Number出来了 0.8是合理的 103年的 10价登录的成交价 打8折 这个是在一般的暗场 是 如果是重划区 有大量供给的 归类到7折 可以架杀到7折 注意听 55乘上7 75 35 75 35 是不是41万多 如果你打75折 是不是42万多 没错吧 所以刚好回到 这个合理的空间 是的 没有错 所以那个刘老师 那就是说 我问他说 我问他说 刘老师你多少钱想买 他说我能不能42 43买到 你看看多好的买方 是有机会 是有机会 因为他是合理 他不再拿下去 刚好是你的Match Number 0.7 0.75 是的 所以他就说 那我带我太太来看 这一间有喜欢 我老婆辛苦了这么久 我应该买一个房子 来犒赏他 换屋族群 找到一个知名的建商 一个好的建案 是 谈到一个恰当的一个价格 我想现在消费者 进到市场来 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谢谢叶老师 今天是他下午 刚从战场回来 以后这一套3加6 我们会 得到一个机会 我们就练习给大家看 让大家把这套心法 变成你自己的 不过 燕丽要带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 轨道经济 昨天说得 4200亿 抢翻天了 不过 轨道经济 当真是 拼经济的万零丹八 看了也不是 我们现在看到了 房市轨道经济的 最新受害者 哇 这个下沙的幅度 让我觉得 老亲干 没错 因为小英政府 要花4200亿 要来盖 轨道经济 各地方 县市首长都积极争取 但问题是 就像刚刚提到的 这个轨道经济 真的可以带动房价 带动经济的大成长吗 目前看起来 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最新出炉的台中 房价的一个状况 怎么说台中 这个铁路地价化 是去年10月开始启动的 到现在已经经过整整的半年 半年我们来看一下 房价的一个表现 真的是 但是让大家觉得惨之又惨 那相关的一个表格 大家来看一下 这五站里头 以这个台中站来说 它的一个房价 硬点居然跌了一成之多 更不要说太原跟风原 平均也跌了3%之多 它们的房价始终是落在 一字头连二字头都站不上 这个讲的不是站跟站中间的 这种尴尬地带 就是这个站体最黄金的旁边 然后这个五大站 台中又是领头羊跌了超过一成 对 台中是领头羊 可是连领头羊都没有办法上涨 甚至是下跌的一个状况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价格往下跌 那起码成交量要出来吧 对不对 没有 成交量更凄惨 以这个台中站为例 台中站 哇 这个成交量是大幅萎缩了36% 其他的太原跟风原 也跌了是30几% 就连大清跟毯子也跌了十几% 所以这五站 几乎都是呈现所谓的 价量均跌的一个状况 这个没有道理 你当时如果说搭这个高架 把它搭过去 我是希望沿路可以繁荣 我可以带动相关的 经济编辑效益 看起来没有 那不然你也杀价取量 都没有 这为什么呢 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其实这个有朝式房屋的执行副总 还有解释 他说就要观察到 因为当时很多的屋主 就会觉得说 因为要盖轨道了 所以我对未来的前景相当看好 我就不要浪力了 反正我随便卖一定卖得出去 可是对买方来说 买方会觉得说 我今天要买房子 我一定要折扣 我一定要打算 你不打算 我就不买 所以买卖双方之间 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 价格的一个落差 而且这个落差 甚至是高达两成的一个情况 难怪就没有办法成交 我觉得这位副总 他只解释的部分 因为这边其实也让利了 让利居然不能换成交 这个是什么还蛮严重的事 峰原确实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跟挑战 包括交通的部分 这个很多网友 很多观众朋友 如果你去过峰原 你就会感受到 真的就是路比较小 比较紧 然后停车也比较困难 所以真的有些人会觉得去那边玩 不是那么方便 那大学的部分 其实早年 晋南大学本来是要在峰原设校的 可是那个时候 就有一些居民就觉得说 你要土地征收的 你会影响到我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生计 所以就有一群人就在那边举摆布条 抗议 抗议 在抗议 所以刚好那个时候 也有埔里要来积极这个争取 到最后 他搬过去 到最后晋南大学就去埔里了 那大家很容易理解 就是说因为没有设大学 你就没有年轻人在那边消费 那年轻的消费的商圈 就没有办法在那边形成了 所以大学城的金鸡母 眼睁睁看着就没握住了 还有呢 还有一个产业的一个部分 虽然到现在为止 峰原的饼店还是很有名 银行还是有几家 可是它最重要的另外一个产业 是木工业 因为当年的八仙山林厂 是一个金鸡母 那你和平东市的木材 你要运到平地的话 你就要经过峰原了 可是现在在环保意识抬头之下 这个木材业也是没落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看起来 我们要讲说铁路高架化 照理讲这是好事 活络当地商圈 这是拔河的另外一边 可是那桑大利空看起来 牵引的力量更大 多输给了空方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不过对小资组来说 起码你盖了轨道之后 有些人就会觉得 我沿着个轨道的沿线去买 至少交通会比较方便 那到底要买哪一站好 有一个小资组叫做Muta 他就提出了一个 他自己的疑问跟需求 希望我们的专家 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他说他的情况是这样子 他的预算有1200万 自备款是400万 他希望能够买到的是2加1房 屋林要在10年之内 最好走路15分钟就可以到捷运 这个标准不过分 很贵 不太过分 很多人会说走路5分钟 那一定是好房子 好 他的背景 他说他自己是在桃园上班 老婆是在台北市上班 自己开车 老婆是搭捷运 所以这个交通的部分 老婆会有一点挑战性 目前他们看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当然是领口 领口他觉得就在台北 也跟桃园的中间 对他跟他老婆来说 交通都比较便利 而且还那边盖了好多outlet 就是去逛街也很方便 环境也还不错 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生活经济还没有完全到位 但是房价真的很漂亮 是他负担得起的 大概是落在二字头到三字头之街 另外他又看了三重跟新庄 他觉得三重跟新庄也很棒 也有捷运黄线 现在也有积节交通很方便 而且他觉得感觉上好像 三重跟新庄的房价 那如果要脱手的话 比较有所谓的一个保值性 那不过他说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比较贵 都是三字头到四字头去跳 太疯人了 你现在搞新北 到蛋黄区来 所以刚刚这个是二三 跳一阶变三跟四 对 所以他现在很挣扎 不知道到底该选哪里 好 谢谢燕丽 来四位 请教一下 他的口袋深度是400万 他的贷款能力的最多 就是贷800万 反正横数就是在积节 这条线沿来移动 你会建议他买在什么地方 其实如果他没有小孩 有小孩的话 分有小孩没想到 有小孩的话 你只能买三重跟新庄 因为他三重新庄才有 你有所有的学校 国中 国小 高中那种 比较近的 究竟能够小孩上课 跟所有你要的生活 林口不是没有 林口没有 林口在捷运旁边 是没有什么国中 国小的 你还是要开车接送 所以有小孩的话 林口不是他能够居住的地方 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没有小孩 你再去考虑林口 但是 林口你要到两年后 才是一个比较可以买的 因为今年是世大运 明年世大运的宿舍 全部统统变成社会住宅 所以今年跟明年的林口 是大量抛售跟大量攻击 失衡的时候 你何必这时候去受热闹 所以你等到后年 再去考虑林口 好 那叶老师呢 你的意见 是 我想因为这个上班 还有一个在桃园 一个在台北 如果他就是积节沿线的话 以他现在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财力的话 当然是买在林口 对他是最有利的 因为他买在 你的墙房不一样 对 因为他买在 他买在所谓的新装 随便一个房子都快2000万的 他其实很难负担 而且积节的捷运的站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 一个是在产业园区站 你不可能去住那里 另外一个在新装富督新站 贵 那旁边第一个贵 另外一边工厂 你去哪里买 就只有下一站 A6那一站 A6那一站的房子又不多 那如果那边的环境 没那么好 那你当然是往上移到 所谓的林口 大家我们要关心一下 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请蔡总 跟我们一起来关注 差不多就在几天前 我们看到台北 有一场这样的 一个就业博览会 谁来招工呢 都是从上海回来的台商 很多的老板 然后他们派出他们的 相关的窗口 回来招工 蔡总我们来看看这一场 很特别的是 他要800多个职缺 有3000多个年轻人 跃跃欲试 但奇怪的是 他的加码又比较好吗 也没有 比台湾还要再略低一点点 你不是为钱 你是为什么而去 对 新武网也很关心我们年轻人的未来 不过我们先讲国内的部分 有一个网友po了一个问题 说他有一个哥哥 是科技业的工程师 对 现在要换工之后 早了一个月都石沉大海 妈妈抱怨 老实讲 即便是哥哥 他好像不太了解 我个人对这个履历表 是有点专长 我来教大家 你来看一下他的哥哥 清大研究所 英文检定7级 总共9级 这个都很好 写这样 是新鲜人的时候写 他已经年之9年了 年之9年还在写这个 你应该年之9年的时候 要讲说我的专长是什么 你假如要写半导体 人工智慧 机器人 马上就有人来找你 9年你做了什么 你呆过什么部门 领过什么计划 写出来 对 这是老板的观点 而且你要呆过大公司 我呆过红海 人家马上要了 是 但是 台湾的工作可能真的难找 但是大家跑去哪里 你看 有一些台商 所渡的回来台大的校园 征财 你看包括广达在上海的 投资的这个达宏电脑 南桥的什么桥新企业 元祖 烈光 互帮的华裔银行 105家台资企业 一共释出818个征财的职缺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有两件事情 有两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你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过去台湾融解的时候 一等一的企业到大陆发展 回来找自己的子弟兵 第二个 上海的台商多久没有回来 照兵买马了 对 老实讲 这一次他们说 大概估计 应该有三四千人会来 是 没想到 来多少 早上10点到下午4点的6个小时 涌进3万个人潮 所以我康康低估了三分之 我还少讲太多了 上万个人几进来 要800多个职缺 那季强力量的时候 这一万多个 这个来 这一定开出的条件 非常的好 当然是这样的 不是吗 好像也不是 我们看一下 对 你看 平薪的企薪 27k 是 哎哟 我们主席总处发布 台湾平均的薪资33k 还低 找问 你现在要去上海 要去扛这个办法 你是去心酸的 去不是要赚钱的吗 对 试用期的 4k的人民币 正值才5到7k的人民币 老实讲 你在上海一线的城市的话 光那个黄珠搞不好 就已经去到2000的人民币 所以条件没有想象中的高 而且你只要回台湾的机票 在那边的住宿 你要自己想办法 台湾红利没有了 我感觉倒是这样子 台湾红利没有了 过去要找台湾优秀年轻人 过去是 我一两个月包机票 让你回来一次 没有 自负 但是为什么这样 因为非常多的台湾的年轻人说 好 大陆的条件没有比较好 但是我看的是 这三个字 未来性 好 蔡总跟我们看过了这一场 让我觉得非常好奇的 这个叫招工的博览会 真才博览会 看的这三个字 未来性 台湾有未来性吗 年轻人的未来性 在世界的舞台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给您看到 2017台湾哥伦布 这个成大航太博士的故事 不要走开 对 现在其实有很多台湾的年轻人 愿意放弃在台湾的舒适圈 往海外去发展 我们把它交成台湾的哥伦布 像这一集的商周 就报道了非常多 类似这样的故事 我们就讲其中一个人的故事 这个人叫吴永珍 吴永珍你看 他年纪其实非常轻 他才35岁 你想说他要到海外去发展 可能就是因为台湾找不到工作 不对 他的学历非常好 他是成大的航太博士 这个很厉害 博士 这个很厉害 你这种工作 成大航太是难霸天 是全台湾航太界的翘楚 你要在台湾找工作 其实并不难 你看他很多同学 都已经到台积电 联电 或是自己到公务员 或是当老师 所以其实出路非常多 但他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他认为说他要及早达到 所谓的财富自由 所以他在念书的时候 其实他就非常看好 东南亚的这个发展 所以他就到越南去发展 你知道吗 我的问题是听到这个地方 最大的问题是 第一 你偷偷偷偷 然后你可以去搞无人机 你可以到汉翔 政府不是很重视航太吗 你的舞台多的是 你毅然全部放下 那也就算了 你去越南搞飞机吗 你去越南 你去给你搞飞机 也不是 因为他是看到另外一个更大的趋势 就是越南的房地产 这完全不是你擅长的一块 但是他还是有一些相关的经历 那你看他一开始也不是说 就贸然过去 他觉得说要有步骤 因为你毕竟不了解越南这个市场 他一开始去应征了一个 越南平阳省的一个工作 那平阳省在什么地方 在胡志明市的北边 那边有非常多台商 然后他就在那边去工作 这个到鞋廠去工作 那为什么他要到鞋廠去工作 这也是跟他后来的布局有关 因为越南当地 你要了解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法令 甚至当地的人脉 那你只有透过大公司的方式 然后去那边建立相关的人脉 你看他那边待了两年之后 他就决定说 是时候 我应该自己出来闯一闯 所以他2015年 就是卖掉过去 他在这个公司里面的专利 然后投资大概自己的 跟自己的股票 投资跟存款 筹措了2000万台币 创造了一个永胜建业的公司 好 这一个moment开始 他变成了营造商了 要去除了 不搞飞机要盖房子 对 你知道他这个公司在做什么 做这个土地仲介的买卖 房屋仲介的买卖 然后自己盖房子 甚至在做一些 这个所谓建材的买卖 那你知道去年 他的营收已经超过了1.2亿台币了 他的收入已经是同级在科技公司 或是公职教授的 这个三到五倍不等的水准 始终是跟先大家 cue到了一个结论 我跟你说 既然钱很好抽 他不用当哥伦布了 中间的曲曲折折 才是我们今天好好要来听的 对 真的非常困难 因为我事实上 我去过越南非常多次 你去那边就知道 当地的建商 不是当地 就是都是当地的公司 或者是说 就是你已经是富二代 富三代才做得起 当地的人就说 像他这样子 从台湾来白搜起家的 还真是从来没有看过 他一开始的时候 博士班毕业的时候 他爸妈就说 好啦 你这样 我已经帮你安排 到私立学校去任职 要嘛就是说 我们刚好有亲戚在中国 你就去那边工作 可是他觉得说 他想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他觉得 中国经济已经走下坡 他看好越南市场 結果他决定到越南的时候 就像你知道 他父母亲就跟他说 好 你要去越南是不是 你不准从家里 带走任何的资源 你看 那是当地不是在说 你如果叫他好 这座家里就靠你自己 父母亲当然是说 他父母亲都认为说 他可能会走上失败的路 你知道吗 其实他还真的是 蠻有野心的 我觉得 我们想到越南这种地方 一开始人身低不熟 他其实法令 也没有规范得很完全 他一开始就说 我要在那边盖房地产 他要建什么 他要弄一个 上下游整合的一条楼模式 简单的说就是什么 他要从最上游的土地的买卖 然后建材的开发 一直到下游的营造 跟营建的工程 他居然全部都要做 也就是说 你从买土地 然后营造公司 然后建设公司 到代销公司 你都要一条龙就对了 你知道他这样的野心 当然很大的时候 当然是一路 吃到非常多的苦头 我们跟大家讲 一开始他去的时候 一开始 你看建筑工人 要非常多工班 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其实 他以前也没有管理过 工班的这个 类似的任何工作经验 就你知道 他一年之内 竟然换了七八个工班 一直不断的换不断的换 因为他根本没办法管理这些员工 越南劳工很嫖汗 而且他常常会 动不动就跟你罢工 他们真的没办法处理这些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 跟越南人做生意也是一样 他常常就是不太守信用 你知道他有时候 已经付钱出去了 就你知道 趋要的钢材 居然两个月之内都还没有来 你知道他做营建最重要 就是钢材跟水泥 水泥厂商配合厂商 也都是动不动就没有货 没有货怎么办 他想说好 你没有货 我干脆就把你的水泥工厂 他想买下来就好了 保障我自己的获利 这个货源 但没想到 这个才是他噩夢的开始 为什么 就这样 因为他买下来的时候 是有点冲动 他也没有去调查说 这个水泥厂到底是怎么样 就并购下来之后 他发现说 干嘛 这水泥厂之前 有那种欠债的记录 为了要让这个工厂 运作下去 你知道他那时候 跑到一个乡下的地方 到水泥厂附近的地方 在公寮里面 待了三天三夜 在那边待什么 待 如果你有欠钱的 你就上门来吧 我就一个一个还给你 你知道他前前后 一共付了180万新台币 约莫是他一年三分之一的 获利水准 意思就是说 我买了他 我后来发现他还有更大的钱 跟没有关系 我也认了 我全部都给他填满就对了 是 没错 另外还还付到 遇到什么问题 因为他这个藏款的债务之后 没想到工人上门 没有这个 你当初欠我们的薪水 没有来 所以你看看 你有求必应 有没有 前面拿的钱洗字走出来 去看看 都有 包装选一个就有 就你知道 有20个工人 就包围了这个工厂 然后里面甚至还殴打 那边的工作人员 那刚好就被他看到 他看到的时候 当场一开始 就马上拨电话给当地的公安 当地公安就来了 来了 但是问题是 他们还打成一团 结果现在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公安就对空鸣枪 砰砰两声 吓死人了 警匪要对开了 对 结果整个铁工厂的门上 被轰了两个大窟窿洞 那因为这样 所以那些工人就只好 就自然而退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他在那边遇到 非常多问题 不过说到这个吴博士 帮手帮不是情菜画画 有 学科学的 从数字的管理 他非常有一套 来告诉我们他有一招 公布不仅仅 一个叫金氏店的计算宝典 这怎么回事 这跟盖房子有什么关系 对 他学到那么多教训之后 现在当然营运越来越上手 但是除了营运本身之外 其实因为这样 海外投资还是个风险 就是当地房地产价格的高高低低 你根本没办法掌握清楚 他在观察什么 当地的这个金氏店 我盖房子跟金氏店 金氏店有什么关系 这个非常有关系 如果观众朋友去过越南的话 你就知道 越南人他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他会除了跟你讲这个 越南盾的报价 他会另外跟你说一个 黄金多少两 我买房子跟黄金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很多人交易的时候 都是用黄金在交易 而且越南人 他们有时候都是先把钱花了 先把钱花了的时候 月底没有钱怎么办 把家里的党 拿去党 党之后拿钱 拿这个现金出来 然后等到有现金的时候 再去把这个金氏品输出来 所以说话说到底 金氏店就变成一个观察计算 的单位或指标 他就认为说 这个金氏店 根据他自己的估算 一个金氏店大概要1.5 1万到1万5千个人 可以养一个金氏店 所以我只要评估说 当地有多少金氏店的话 当地人口多少 我就听到去整个房子 算得清清楚楚 然后当地的金氏店 如果生意非常好的话 表示当时的市场热络 非常交易非常热络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讲了 他们交易会用黄金 所以如果当地黄金交易非常多的时候 表示这个房地产 是非常好的这个市场 他还看得通 当地譬如说 哪里有学校 哪里有市场 当地各式各样的指标 我觉得金氏店 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指标 好 听到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也为大家邀请到 是商业周刊的副总编辑刘佩修 佩修来到这个地方 很重要的跟我们讲一讲 镜头之外 到了越南 你们领了整个team 到了越南去拍了这个博士 还有什么 我们没有讲到的 其实有一堵墙 今天要带我们看一看 对 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他很会观察 就是说他会观察这个金氏 其实因为他慢慢的知道说 这里什么东西有需求 我今天带来这个 这个是我们杂志上没有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独家的一个照片 那看一下 这个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 外面都是 这是职灾 其实这是工人房 它里面它是用水泥玉柱板里面 然后是把它弄起来 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 类似像组合屋 这个不就是给员工的宿舍吗 对 但是在当地 因为当地 其实本来就有工人房 可是当地的工人房 一般来说 都是用一个传统的方式盖 那他就是弄一种很特别的 他就是他刚刚有讲说 其实他是航太博士 所以他技术方面其实是很厉害 所以他就是弄那种板子 就是那种水泥玉柱板 然后是用组合快速的 然后他可以快速到什么程度 他一天就可以盖好 对 就是那个地上 这个是盖来卖的是不是 卖 那个大概多少钱 他大概是五六坪 是一个套房 然后里面卫浴设备 来这里可以看一下 这是里面其中一个买主 他这个 名字是叫工人房 不一定真的是工人 对 就是说等于说是年轻的 新婚夫妇 然后钱不是很多的 家庭 你就可以买这种 对 你有小房子 你可能是一个小孩 多了可能就不行 需求大不大 初期很大 而且他这个房子 他都是在平洋省 是 刚刚我们说平洋省 平洋省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其实他就是前几年 513排华的时候 但是那个 我问你 他这个地方 哪一间房子 这个大概一百多万 台币 对 台币 是买得起 这么一次盖 透过这个赚了多少钱 多少钱不少 但是这个是薄利多销 因为你像他一天就可以盖起来 对 所以其实因为当地有非常多的工人 涌进平洋省 所以平洋省那边需要大量的房子 可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他其实这个部分 是他非常聪明的一个办法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了 这个台湾哥伦布 小元来告诉我们高材生 出国去拼一个人生翻转的契机 而留在国内 因为很多人他们用直播 公主直播的也想多少 年轻貌美的辣妹网红 今天我们给大家看看不一样 你知道台湾最红的直播天王天后 不是辣妹 不是帅哥 不是 不是 最近大家有没有一个错觉 所以你在翻脸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 怎么是好像翻到了购物频道 不是脸书的不是讯息吗 不是 那我们直接讲直播 不是那些网红吗 不过现在最红的直播是什么 直播购物 那直播购物要怎么吸引人 不惜砸现金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好不好 这个人号称叫做直播男神 他在直播的时候 看到没有 桌上满满的一个现金 他在昨天直播的时候 突然心血来潮 他说 干脆这样子好了 直播的人数来看我的人 有多少我就撒多少钱 他是这样在吸引人的 我如果人次有5万人次的话 这里就有5万的小山堆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一宣布的时候 人数整个报表 5千 1万 2万 3万 4万 碰到8万 8万 他看情势不对 太多钱了吧 紧急把那个直播给删掉 你知道 因为再下去的话 可能钱会爆表 对 小元 我觉得你在描述 这个时候要不讲 我就觉得这只有在大陆会发生 对 在台湾 介绍一下这个人太狂了 对 这个人太狂了 其实他布这个局部了半年 他半年前就开始进行这个直播 那他一开始直播的时候 丢个200块红包 5千块红包 没想到有丢钱人就一直来 有没有 就是他觉得这个是有商机的 那他为什么要丢这个钱 为什么 他也不是白丢的 他是做什么 做一些玉石 木飾品等等 一品的这个店家 那他就开始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卖自己的东西 他丢出去 从头到尾再丢了快10万块 你知道他一个月 已经收多少钱了 最高的时候赚到5 60万 你觉得要不要丢钱 丢啊 怎么不丢 所以他昨天这样子 他一坨这样丢了多少钱出去 8万 8万 6万 6万 然后回收60万 太败了 这仙女絕對是有钱的 所以说他靠这个方式 大家会喊说 那他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 送钱 所以你看 我们的 这个叫做直播天王 直播男神 男神 是補兵人的这个大哥 自己的生活都没消息 还有我们来看看 这个台湾的直播天后 跟你想的不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叫做直播女神 这个女神 应该是很美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直播女神 是一个阿嬷 是一个阿嬷 你看 好丁丁的戴眼镜 有没有 但是你能想像 他怎么懂直播 所以他早上其实是什么 是一个卖海蝉的一个阿嬷 排摊 对不对 那到晚上就不一样了 虽然他不懂直播 他知道他怎么跟他孙女 来分工合作 什么意思 怎么分工合作 基本上他也懂 什么叫颜值 当然要漂亮一点点才能卖 可是他晚上直播他上场了 他就卖一些比较便宜的海鲜 我是阿嬷 我不会骗人吧 我就卖一些便宜的海鲜 烧骨大碗 这个龙虾来自波斯顿的 有没有 然后就开始人气很旺 但是到了月晚 大概9点10点之后 他换场了 会谁 等到晚上的时候 越来越年轻人上来 年轻人就容易买比较贵的 买比较好的 对不对 所以换他孙女上来 孙女比较漂亮 所以很多吸引 颜值都吸引很多人上来了 这一对祖孙实在太妙了 所以总司令是这个阿嬷 对 我们讲的直播天后 为什么 他不懂网路 技术由孙女来协同 但是指令他在下 就是阿嬷虽然生成这样 人家央严重 但是说话才是知道的 我来卖一些 架次 档次比较低的海鲜 到了晚上 龙虾 比较贵的 有颜值高的孙女来卖 孙女就 果然就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卖 你赚多少钱 来看一下 500多个人收看 数十万就入手了 你说好不好赚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说 所谓的直播天王天后 跟你想的不一样 没有那么年轻 没有那么貌美 但他们也很厉害 但是今天就是狂 補兵人的阿嬷 都出来了 不过其实说到了直播 我们有非常多 对于直播的误解 对不对 其实大家想说直播 不是赚很多钱吗 不是月入可能有数十万 数百万 不好意思 这些都是网红 已经成为了传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大陆最新的一个调查 月收入500块人民币 就一个月赚2500块以下的网红 多少 占了三成多 对 那跟我们的印象中 算数百万的不好意思 那个都已经是传说 已经没有了 所以现在为了赚这样的一个 网红的话 很多人还是投进去 但是投入一个 没日没夜的一个血汗地域 网红跟血汗 我很难把它连上等号 很多人想要去当网红 那我们看这个想要当网红的 这个中国杭州大事生肖肖 他是怎么样跨入这条路的 基本上他很想当网红 所以他就跨入这个直播 可是你要做直播的话 没有这么容易 他早上七点钟都开始做直播 他要卖什么呢 他之前要卖他说 衣服或是一些服饰等等 可是这种东西 你要花时间跟人家去说明 所以早上七点钟直播 直播到几点 直播到十二点 十二点之后还没有结束 他马上跑到他下午要去拍照 去拿货的地方 要跟厂商去沟通 可是你不要忘记 沟通完之后 他还要上课 他也是学生 所以他下午要不断拍照 拿货还要上课之外 等到晚上的时候 你说看 他怎么可能不直播 晚上是黄金时段 所以他到家里之后 继续直播 播到了十一二点 才休息 可是你不要忘记 他还是学生 休息完之后 继续写他的论文 所以跟你想的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都想红 都想被讨论 但是网红 背后的直播 可能是最最血汗的行业 等一下回来 还有更多的细节 不要走开 这么漂亮的杭州女大学生 萧萧 水妹仔一个 结果把自己搞到搞木死灰 变得跟吸血鬼一样黑眼带 这是多血汗 所以说他命运叫这样搞 所以他每天只能睡 一个小时 所以搞到最后变成他这样 憔悴 黑眼圈皮肤很差 所以粉丝三个月后 看到他觉得说 你到底什么 你是生病了吗 我就是要看你美美的 好 我们看他这么辛苦的 三个月的代价是什么好不好 结果他一个月 大概赚2万块台币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光那些厂商的抽成 就抽掉他一半了 另外他网路直播 网路总是要高品质的 这些网路费加一加 也要5000块 你不要忘记 我们刚刚讲他跑来跑去的部分 光这些车马费 要不要5000块也要 所以加一加 月赚2万块 所以这些全部加起来 2万块就全部吃掉了 所以他忙了这么久 不但没有赚钱 浪费那么多时间 搞不好还是